大家好,这里是CGI造成网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继承 这张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一下虚继承对CGI对象类传模型造成的影响 首先回顾一下影响类对象大小的几个因素 第一点是类大小计算要遵循结构体对起原则 第二点是类大小的计算只与数据成员有关 而与成员函数无关 第三点是类大小的计算与静态数据成员无关 第四点是虚继承对类大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第二点是虚函数对类大小也有影响 前面三点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已经介绍过了 这节课我们重点介绍的是第四点虚继承对类大小的影响 那么后面的课程我们还会介绍虚函数对类大小的影响 那么这里我们以这个壮实继承作为例子 那么这是虚继类它有一个数据成员BB B1呢虚继承自BB 它有一个自己的数据成员B1 B2呢也是虚继承自BB 它有个自己的数据成员B2 然后是DD 既承自B1又既承自B2 它有一个数据成员B2 是 好 1. 虚记层次VirtualPublic VirtualPublic DD多继承自B1与B2 那么这里呢数据成员我们都用整形就避开了结构体对齐 就不会受结构体对齐的一个影响比较容易算出它的大小 我们来看一下BD的大小 然后是B1的大小 B2的大小应该跟B1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再输出了 DD的大小 Ctrl F运行一下 那么得到的这个结论呢 这个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BB的大小呢 它只有一个数据成员 BB下滑线 等于是整形的四个字节 这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么B1呢 它虚记层次BB 虚记层次BB 它有一个自己的数据成员 它还应该包含一个G类的数据成员 如果不考虚记层的话 它应该是等于八个字节 那么现在是十二个字节 现在是十二个字节 那B2呢 也是十二个字节 DD呢 DD它是等于24个字节 它应该包含 几个数据成员呢 首先是DD自身一个 然后呢 它继承至B1 B1一个 又继承至B2 B2一个 那么已经是三个了 然后呢 它有一个共同的积累 BB 那么这个BB呢 在DD里面只有一份拷贝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BB下滑线一个 那么总共合起来是 十六个字节 那为什么是24呢 这也是跟虚记层有关的 接下来我们就 来推导一下 它的内存模型 我们先推导 B1的内存模型 怎么推导呢 定义一个B1对象 将B1的地址呢 打印输出 B1对象 它包含了一个BB下滑线数据成员 这是虚记类部分的数据成员 然后还有一个是自身的数据成员 B1下滑线 Ctrl F5 我们先把这个呢 先卡贝过来 1对象 这里面呢 这个应该是BB数据成员的地址 这个应该是B数据成员的地址 那么这个是类对象的手地址 这边是B数据成员的地址 B它的地址是DC 这是对象的手地址 D8 把它拷贝一下 D8应该在这个位置 那么D8下来呢 这是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接下来应该加上四个字节 加上四个字节应该是8加4等于12 12应该是DC DC 那么DC 那么DC再加14个字节 C加4呢 等于16 那么要进入1010 这就是B类对象的内存模型 B1 B1 类对象的内存模型 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么既然我们这个画出来了 这个呢 这个呢 D9没什么用了 它的内存模型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已经推导出来了 那么这个空位表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呢 这个空位它保存的是一个叫做 虚极类表指针 虚极类表指针 称为VBPTR 这个空位呢 保存的是虚极类表指针 虚极类表指针呢 又指向了虚极类表 Virtual Base Table Virtual Base Table 它又指向了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我们把它称为是 虚极类表 Virtual Base Table VBPTR 那么VBPTR当中保存的是 是什么信息呢 它保存两个信息 一个是本类地址与虚极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另外一个是虚极类地址与虚极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本类地址与虚极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它保存两个表指针地址与虚极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它保存两个偏称 它保存两个偏移量 这是一个整数的偏移量 这里面保存的是整数的偏移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B这个对象 类对象呢 虚击类的部分应该在这里BB 这一部分呢应该是BB 那么这里才是B本身部分 从这里开始 那这里面我们发现呢 本类地址就是虚击类表指针地址 虚击类表指针地址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那么本类地址与虚击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那么当前就等于0 当前就等于0 那么后面如果我们介绍 虚击数的时候呢 那前面呢可能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指针叫做虚表指针 VPTR 然后才是 VVPTR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不讲虚表 不讲虚表 也就是说 虚本类地址呢与虚击类表指针地址的差呢 本类地址与虚击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总是等于0 那么如果有虚表的话 这个是虚表指针 那么虚击类表指针的地址呢 与本类地址的差呢 就可能是负数 这个地址与这个地址的差呢 就可能是负数 这个等我们讲到虚表的时候再探讨 那么第二项是虚击类地址 与虚击类表指针地址的差 虚击类地址应该在这里 这个位置与这个位置的差 这个地址呢 减去这个地址应该等多少呢 等于8 等于8 也就是说这是等于8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这个类传模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 口说无评 那么我们主要验证的就是这个指针 它所指向的表 这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等于8 刚才我们已经验证了BBB 它应该存放在这两个位置 定义一个指针的指针 定义一个指针的指针 定义一个指针 定义一个指针的指针 指向B对向 指向B对向 那么我们发现呢 这是一个指针 这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了一个表格 它指向了一个表格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指针的指针 这个地址里面存放的是一个指针 它存放的是一个指针 所以我这里面呢 就将B的地址呢 强制转换成指针的指针 指针的指针 然后我们取出它里面的内容 P0 强制转换成指针 之后呢 P0就是这一项VBPTR P0就是VBPTR 它指向了VBTL 那我们再取出它的第0项 跟第1项 看一下是不是等于0与8 第0项 第1项 第1项 Ctrl F 那么这个结果呢 符合我们的预期 0与8 0与8 说明 B的内存模型是这样子的 它首先保存的是一个虚积类表之针 虚积类表之针 然后呢 指向一个虚表 指向一个虚表 虚表当中呢 存放两项信息 第1项是本类地址 本类地址这里 与虚积类表之针地址差 也是这里 所以说等于0 第2项是虚积类地址 与虚积类表之针地址的差 虚积类地址应该是这里 与虚积类表之针地址的差 相减等于8 这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的来推导一下 滴滴 它的对象模型 用同样的方法 滴滴 定义一个滴滴对象 按 Pride 我们 ti之急里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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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滴 滴滴 滴滴 Ctrl F5 有这几项地址把它拷贝一下 滴滴对象的大小是24个字节 24个字节 这个信息我们先拷贝一份 然后我们也一一填充过来 那么第一个地址是28 28应该是滴滴对象的地址 也就是这里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的一个地址28 那我们再看一下28下来 最小的一个是多少呢 2C 这个是最小的 加4就等于2C 说明B是存在这个位置的 偏移四个字节下来 2C之后应该是多少呢 2C之后加4应该是30 那么这里面没有30 但是有34 但是有34 说明30那个位置是空的 这个位置是空的 34 34之后是38 38之后再加4应该是3C 3C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存模型 那么这个地址就没有用了 把它删掉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来划分一下它们的部分 滴滴对象呢 它应该包含了B部分 B2部分 BB部分 这一部分应该是BB 这一部分是BB B1 那么这一部分呢 应该是B1 B1 这一部分应该是B2 那这里面有存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存的东西应该是 虚积类表值针 VB PTR 虚积类表值针 这个保存的应该是B1 这个保存的应该是B1对象的虚积类表值针 这个保存的是B2对象的虚积类表值针 然后我们 推算一下它里面的信息 这样的一个类传模型 那么第一项应该是本类地质与虚积类表值针地质的差 本类地质就是这个虚积类表值针地质的差 等于0 第二项信息呢 应该是虚积类地质与虚积类表值针地质的差 虚积类地质应该是这个 与这个地质的差 那么这里面间隔了几格呢 1 2 3 4 5 间隔了5格 相减一下应该等于20 等于20 同样道理 B2这个对象呢 这一部分 本类地质B2呢 它的地质与虚积类表值针地质差 也是等于0 然后呢 虚积类地质与虚积类表值针地质的差 这个地质 这里减去这里 相隔几个呢 1 2 3 3格 应该等于12 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还是使用这个指针的指针 指向滴滴对象 如何验证它呢 这个应该是P0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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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然后我们再看P0 P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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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P21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呢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P1 生成失败 无法从这个指针转换成这个指针 要强制转换 成功了 Ctrl Ctrl 看一下这个结果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个结果呢符合我们的预期 0 0 20 0 12 0 12 我们按照这个这种模型的打印输出的值 是这样子的 说明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就是B对象的内存模型与DD对象的内存模型 那么这里面呢还不考虑虚函数的情况 如果有虚函数的话会更加复杂一些 虚函数如果加进去的话更加复杂一些 我们后面还会再探讨 如果有虚函数的话还会多了一个表格叫做 虚表 那么虚表相对应的指针就是虚表指针 现在这张表格呢叫做虚击类表 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呢叫做虚击类表 那么这个指针呢叫做虚击类表指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它为什么内存模型是这么复杂的 为什么内存模型呢会变成这么复杂的 原因在于哪里呢 那么先说明一下Virtual 这个单词的含义吧 我们可以查找一下 Virtual这个单词的含义 实质的 事实上的 虚拟的 虚拟的 实际上呢这里面取的一个方译 应该是实质的 事实上的 也就是说它是实际上存在的一个事物 Virtual 而不是虚的 而不是虚的 是实质的 事实上的 Virtual的关键字 另外呢它还有 有共享的意思 这里的Virtual的含义 我们首先要懂 存在 并且呢共享 还有一个呢 访问的时候呢 要间接访问 这是它的三个意义 我们拿这个滴滴对象来说吧 第一点 虚拟类呢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这个BB数据成员呢 在滴滴当中呢是存在的 第二点是共享的 在继承的过程当中呢 它不会拷贝两份 它不会拷贝两份 对BB数据成员呢 它不会拷贝两份 第三点呢 滴滴这个对象呢 要访问BB数据成员 它要间接访问 它要间接访问 为什么要间接访问呢 原因就在这个内存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 正是因为BB这个数据成员 虚拟类表里面的数据成员 它是共享的 共享的 这个数据成员是共享的 所以说它的内存模型 就会比较复杂一些 实际上呢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放到前面 可以把它放到前面 也可以把它放到最后面 甚至放在中间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我们发现呢 C加的一个选择是这样子的 它都统一把它放到了 内的最后一个位置 内对象的最后一个位置 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些理论的话 鸡类部分呢 鸡类部分应该放在 对象靠前的位置 应该放在靠前的位置 那么这里面它把它选择放在 最后一个位置 最后一个位置 当然不管是放在靠前的位置 还是最后一个位置 都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BB这个对象 数据成员的一个访问呢 是通过间接来访问的 它首先要找到什么东西呢 这个指针 虚类表指针 然后呢 通过这里面的差 偏移地址呢 才能够找到 BB这个数据成员 这里也是一样的 通过找到这个指针呢 才能够找到这个数据成员的 正是因为它是共享的 所以说内存模型才比较复杂 因为如果不是共享的话 那么 每个对象 比如说B对象 它具有BB这个数据成员 那很简单 只需要在这前面呢 加上一个BB 那么B的对象呢 也有 BB的数据成员 那么也加上BB 那么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滴滴 那么这个内存模型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正是因为它是共享的 所以说 才引入了虚类表指针 来指明它们的偏移位置 另外呢 这对于转型也是有帮助的 那么明白了这一点呢 我来 出一个题目考察一下大家 滴滴对象要访问 BB这个数据成员 它是直接访问还是间接访问呢 它是直接访问还是间接访问呢 实际上呢 如果是对象来访问BB的话 它还是直接访问 因为这个内存 这里面的内存模型呢 在编译时刻已经决定了 编译时刻呢 已经决定了这个内存模型 否则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滴滴呢 这个类呢 去创建一个对象 也没有办法去创建对象 创建对象的时候要分配内存 多大的内存 这在编译时刻已经决定了 这在编译时刻已经决定了 但是 有个但是 如果我们用指针来访问对象的话 BB G类指针 定义一个G类指针 定义一个G类指针呢 指向滴滴对象 然后呢 经由 然后呢 经由这个G类指针 经由这个G类指针呢 去访问BB对象 去访问BB对象 CG类里面的数据成员 那么这个时候又该如何呢 这个时候又该如何呢 这时候就涉及到了间接访问了 为什么说这时候涉及到间接访问 我们可以跟踪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间接访问 BB指针 PP 访问BB 是访问它的前四个字节 访问它的前四个字节 那么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 如果访问它的前四个字节 访问这个内存的前四个字节 那么访问到的是这个G类指针 肯定就会出错 这里面我们将 我们将PP这个指针 指向滴滴对象 PP指针 指向滴滴对象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指向呢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指向呢 如果在编译时刻已经决定了这个地址 就是这么简单的指向 那么在访问 那么在访问 它的BB会访问到这个地址 而不会访问到这个地址 这里面的内容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运行的时候呢 会做调整的 会做调整的 我们运行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地址呢 会做相应的调整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 滴滴的地址是多少呢 然后是PP的地址 这里面我们发现 滴滴的地址是C0C0 现在呢 我将滴滴的地址辅置给PP 那么PP的地址是C0吗 是C0吗 如果是C0的话 那么PP访问里面的BB 那么绝对访问的是这四个字节 这四个字节 实际上呢 在运行的时候 会做相应的调整的 F10下来 我们发现PP的地址呢 并不是C0 这个指针呢 虽然指向了这个对象 DD对象 但是 它的地址是F4 那么它如何 能够将F4这个地址辅给PP呢 原因就在运行时 运行时的一个支持 它找到这个虚极列表指针 在根据这里面的地址偏移 偏移到了BB对象的地址处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PP指针应该指向哪里呢 PP指针 实际上指向了这里 实际上呢 指向了这里 这样子才有办法访问BB 这个数据成员 所以说呢 通过指针来访问虚极类里面的数据成员 通过指针访问虚极类的数据成员 实际上呢 不能够直接访问 是通过间接来访问的 是通过间接访问的 这需要运行时的支持 并不是在编译时刻就决定的 运行时呢 需要通过虚极列表指针呢 找到虚极类里面的第二项 找到这第二项 找到虚极类地址 与虚极类指针地址的差 从而找到BB对象的地址 那么这道面试题呢 实际上很有意思 刚才我所说的这道面试题呢 如果面试官会问这道题目 说明他对C加的一个内存模型呢 是相当了解的 那么大家如果需要知道 更多的C加 对象内存模型 可以去参考这本书 深度C加加深度还是深入 对象模型 这本书 不过呢 这本书它有一些过时了 它针对的是早期的编译器 所以说有些过时了 那么 我这里所讲的呢 是针对最新的编译器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存模型呢 不同的编译器 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能够保 保证万无一失呢 只好我们自己去做 编写程序去验证 这个内存模型 后面我们还会结合 虚表来验证 这个内存模型的 那么这里面大家要明白 就是通过指针 访问虚极类的数据成员 它是间接访问的 需要运行时指词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刻 所讲的内容 虚极层对CDR对象内存模型 造成的影响 它的一个内存模型 复杂的原因就在于 对虚极类里面的数据成员呢 共享 那么是共享的话 就会影响它的内存模型 通常都将虚极类部分的数据成员呢 放在内对象的末尾 那么放到末尾之后呢 如果虚极类指针指向一个 如果虚极类指针呢 指向一个派生类对象 鸡类指针指向派生类对象 那么在运行的时候呢 它会调整这个鸡类指针的地址 它会调整这个地址 如果不调整这个地址的话 就没有办法 获得虚极类部分的数据成员 因为它是放在末尾的 而调整这个地址呢 又需要运行时的支持 它要到虚极类表团中呢 去寻找偏移地址 然后呢 来调整这个地址 这就是设计的设计者的一个 思考的一个方向 当然编读性呢 可以不按照这种方 内存的布局 可以不按照这种方式 但是呢 基本的原理也是类似的 是间接访问 通过间接来访问 通过一个偏移量 来得到这个虚极类数据成员的地址 那么 甚至呢 这BB呢 不一定要放在末尾 它放在前面也是可以的 只要这个 偏移地址 也可以是负的 那么这就取决于 编译器的实现 那么现在呢 GCC跟VC 这编译器呢 基本上都是将 数据成员呢 放在末尾的 那么这节课呢 就探讨了虚极层 对CGR对象内存模型 造成的影响 这次课呢 就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